欢迎大家收看 今集我们会看下Majaz的练习曲第33首 在这首练习曲里面Majaz是写得很有风格的 我们看看怎样可以把这首练习曲拉得好听一点 第一样东西我会把那些Semi Quiver拉得好短 和自己说不是单纯拉的那些音重要 你要听到音和音之间的Rest 即使它上面有Tenuto写着 但是不要拉到那么长 第二样东西就是装饰音要很干净要短的 譬如第三小节 来吧 这里一年有五个装饰音 大家不要把装饰音太迟出 不然你的响弓就会比较迟出 其实这个已经迟出 第二样东西 开始的这个短句 是不是on the string 还是off the string 到底是 他没有写清楚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音色上考量 我们看看如果给支弓在弦上面 会有什么效果 不是很像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离开弦 然后去到最后面那两三个 我开始给支弓是 用多一点去到中弓 少少接近上半弓 之后你就够弓拉那个sforsando 就在这里了 这里要去到中弓 否则第二拍呢 要做crescendo的话 就不够弓了 第一个音之后 被支弓停留响 停留响中弓 有个很明显的piano 在这里 这里呢 第一个小节和第三个小节 是很相似的 但是它们是相似的 不是一样的 那些音 看起来好像一样 我其实不太肯定 我第一次拉是不是 错了 再来多一次 one two 一个是 一个是 然后 然后 整段是 piano 大家听不听到的呢 即使我在piano里面 我不是整天都 dada dada 有时呢 有一些音是 反而短的音是更加重要的 比如 这里 然后 所以不是 啦啦啦啦啦啦啦 关于这首歌还有两点我们可以讲的 最后一行大家会发觉在E弦做这些上弓的staccato是远比D弦容易的 你知道接下来的上弓staccato是在D弦 那你就要右手早点准备 等你一换弦那力就已经在了 然后最后记住这是两拍 但因为我们现在是数一个很慢的两拍 大家应该要数四个半拍 1,2,3,4 那你就保证两拍是够长的 1,2,3,4 然后第五下 quaver才离开 给支弓 1,2,3,4,off 这个就是我会拉33这首majazz的方法 那些staccato 和那些semiquaver 还有那些demi semiquaver 要拉到短一点 千万不要被自己拉成这样 大家听到那个音准是没有问题的 但主要就是短的音不够短 不够辞出 换言之就是短和长的音的对比不够大 如果你能够将那个contrast 就是节奏上面那个对比 是做得很明显 强调它们的分别 那整首歌就会有风格很多 是刺激很多